Tabby 不知道 心底為你衷 BOO! Yeah! BOO! Let's get this party crazy 你在愛情列島 回家讓你撒嬌 BOO! Yeah! BOO! Let's get this party crazy 連愛知道 拍照怎麼拖叫 BOO! Yeah! BOO! Let's get this party baby 歡迎你有書寶 有我幫你唱 BOO! Yeah! BOO! Let's get this party boy 來出生局 回男生要是我保護 安全又無事 決決不能忍輸 有錢大的本事 你不過提要鑽骨 腰團且看外骨 那是男人進態度 嗚呼 彈彈回夢影響 嗚呼 耶! 嗚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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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出 傷 心中的小乱叫 It's a party with the music It's a party now 我一直知道 手機為你衷 BOO! Yeah! BOO! Let's get this party crazy 你在愛情列島 回家讓你撒嬌 BOO! Yeah, BOO! Let's get this party baby 連愛吃到壞照怎麼吵架 Yeah, let's get this party crazy 歡迎你有庫房,有我幫你笑 Yeah, let's be the party boy 你從成下人生第一次有 Yeah, let's get this party crazy 你的愛情街道,回家讓你撒嬌 Woo, yeah, let's get this party crazy 連愛吃到壞照怎麼吵架 Woo, yeah, let's get this party crazy 歡迎你有庫房,有我幫你笑 Woo, yeah, let's be the party boys 好啦,先唱一下 我跟你們講喔,小豬他很看節目 他一定看到這一段 下次他來他一定會誇獎你們 你怎麼知道他有看節目 之前以往的節目他都說 誰誰有表演我的歌表演得很好 你會保持 因為他喜歡的是那個有人表演他的歌 對 但是我覺得這首歌非常好 因為我覺得他們唱得很好 對,而且那個打浪 打浪好像喔 超像 其實我覺得他們選這首歌很聰明 因為羅志強的這首歌 其實我覺得他的音率的起伏 並不是很寬 但是他玩的是節奏感 所以他很多的切分音 然後而且他是這個合唱 然後獨唱,合唱,獨唱 但我覺得今天注意到一點 就是說他們四個人的groove都非常好 這是很難的 就是說不太會有人落拍 有人搶拍 在聲音的這件事情上面 那特別是不要說他 一開始都有一個起始劇 是大家一起合唱 那個整齊度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我覺得我滿訝異的 就是說他們四個人 因為現場精力沒有那麼清楚 但是他們的節奏感都運作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經過很多很多的練習 果然是這樣 對,其實老實看得出來 有沒有練習 真的是從表演上面就可以反映出來 好,接下來我們請Annie哥 要做總結嗎 對 對 你要先給分數還是先做總結 我會先給分數 我看看老師的 好,OK 來,我們先請建林老師 建林老師給的分數是 九分 真的很撐腰啊 小松老師給的分數是 九分 Annie哥 八分 大福老師 也是八分 大福老師 九分 目前為止最高八分 四個 四十三分 因為聽說他們狀況的時候也滿多的 怎麼講 他們好像一開始那個方偉智跟李一波非常不想要選撐腰這首歌 然後是因為組長堅持要唱 但他們練習的時候好像有一點爭執是不是 對,因為我原本跳這首歌我覺得男子漢嘛 那我們有困難我們互相撐腰 我想唱然後帶給大家這種歌 對 但是我想別人會反對的原因我來聽聽看 為什麼反對 其實我沒有反對 你是因為覺得他是 因為他長得像羅志祥 所以唱這首歌你會反對嗎 對 沒有,是因為這是練習 其實我和奶奶已經進加護病房 Oh my God 其實很多時間真的有練習 你現在今天晚上回去 你可以跟奶奶講你們分數非常高 你們是第一名 對,你們現在是第一名 現在是第一名 對 奶奶一定會很開心 加油啦 不要擔心 不要擔心 表現得很好 值得的 對 再問一下Andy哥 對 Andy哥最後的獎評 就像剛剛Ody說的 就是他們四個裡面 到今天目前為止 我們都覺得他們是最好的 那儀博的狀況就是 其實老實講他是完全不會跳舞的 到今天其實 到今天這個程度 我非常發言 就是他重新來一次挑戰 然後重新有個決心 就像剛剛我為什麼那麼生氣說 為了要去試鏡不來練舞 奶奶生病了 他還是知道把工作要做完 那我覺得這種精神 才是你對於工作的負責 當然你這個錄完影之後 還是要回去看奶奶 然後還有一個是 他們四個很大的優勢 就是他們抽籤裡面 有互相cover 就是一個團體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本事在 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他們願意為這件事情去負責跟努力 不管他們選了什麼歌 但我覺得這件事都是 就是男子漢的精神 對所以今天四位一樣過關 恭喜 恭喜 我覺得這就 真的很感動 因為那個男孩在家務病房 然後但是他 站在自己的崗位上面 這已經讓其他男子漢 就是剛才 可能有一些人說 為了工作為了什麼 為了什麼 不管你為了什麼 你看這就是一種敬業的態度 對 你看就像卓文軒 對 是 他為了錄我們這邊的影 還特別讓另外那邊等我們 對 不是應該的態度 不要這樣說 另外一邊聽說還是滿大牌的 是黑衣的那一個人 對 那有什麼關係 就讓他等嘛 他也沒等過人對不對 不是這樣說 也不是這樣說 現在我站在這邊是我 該做我的分類工作 是 有沒有 不敢動 對 當然因為那邊也還沒開始 好耶 對 所以我們到這個位子了 他要見鬼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下面一組的表現 下面一組 講演的是歐地哥最愛的 恰恰舞池 第六組 挑戰的是由羅志祥 郭漢森 陳顯正 陳中威 所組成的四大天王的恰恰舞池 簡單的恰恰舞池 配上輕快的旋律 在當時可是紅遍大街小巷 這一組有辦法重現這座經典歌曲嗎 組員黃皂森 因為受傷身為復原 唱跳比賽對他來說 更有些資歷 為了怕他不如其他隊員 大伙兒想出了一個對手 就是在唱曲中 加入皂森戰場的踢踏舞 上次韓國舞蹈我沒有跳 因為我出車獲速斷掉 還滿痛的 但是復原還滿順利 只是跳舞的時候不能動太大力 不過呢 我還有左手 我會盡量把我的舞步都給記熟 然後不會拖累到我的團員們 這次我是跳恰恰舞池 所以恰恰舞池的男參 加油 四組 他們能夠完美全線嗎 來! 蘭曉哈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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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一個人的熱情不是阻擋剛好 太天容易受不了才能有怕 什么都要 有点温柔 有点温柔 放些烦恼 放些烦恼 爱的思维 慢慢跳 温天安地 温天安地 疯狂到老 疯狂到老 跟着我来 一起逍遥 起身再跳 在一旦迷人的舞蹈 恰恰恰 人多的地方是和谣 习惯的脚步听不了 恰恰恰 告诉失恋爱的预兆 对着我笑 给个拥抱 恰恰 舞蹈高潮 恰恰 整个世界跟着我跳 游戏最好 恰恰 如果让我搞到 你好 别人不会放调 恰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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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恰恰恰 恰恰 恰恰 恰 恰恰 好懷念喔 這首歌算是我國小 你咧 我還在配胎的時候 有這麼小 什麼配胎 你還在你老爸的口袋裡面 喔 喔 黑胎的怎麼樣怎麼樣 對他們的表演 我很懷念耶 這個後面融合那個夜市人稱的那個 爆評選啊 相當的不錯 但前面唱的部分呢 我可以坐在這個地方嗎 你先請坐 喔評選評選 請問歐老師您的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喔 他這個青春洋溢的部分 可能展現得不夠 怎麼說 因為那個這首歌是很陽光的 是的 很青春了 但是呢 看得太多雜念 喔 這樣你也看得出來 對 尤其是那個個子最小的那個叫 明翰 明翰 想不到這麼小雜念這麼多 好 這樣 那你要不要來示範一點呢 對 唱的時候應該要青春一點 好 應該是要 有音樂嗎 有有有 當然有 音樂給我 偶像 一聲就叫 來 進去 看到沒有 這樣下去啊 看到沒有 這個笑容 看到沒有 雖然這個年紀的 有沒有很像吐的感覺 有 有嗎 小童老師 吐還沒有 對 那個時代就是要這樣 就是要這樣 我覺得裡面當中有一個 好像當年你的 哪一個 哪一個 就是有點深色 至於 有有有有 尤其剛才你們有一段 是對跳那個恰恰有沒有 你跟誰對跳的 我跟小如 明翰 明翰 你們兩個再跳一次 你看志宇他怎麼跳 預備 五 六 七 八 你那個怎麼吃汗的表情啊 你知道 因為志宇 我覺得他不太會跳差強 他跳得有點像巴加上醬那個 你講得太熟悉 你講得還很好聽耶 我怎麼看都覺得是那個圓外在欺負丫鬟 有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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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的 你要跳啊 他怎麼對我做 嘿 你叫啊 你叫過 偶然都沒有人來救你啊 這叫調戲 他像調戲舞的感覺 其實這首舞真的很難停 因為 你不需要從技巧或是什麼東西去評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他說這個沒技巧 你趕快說戰爵 這次舞沒技巧 重點不是在技巧上面嗎 我覺得你表現的其實是一個氛圍 氛圍 陽光 開心 我覺得選歌很重要 從 今天從3D 舞力全師到陳妖到恰恰舞齒 其實 每一組選的歌其實都是像你們這幾個人的 所以我覺得這三組選歌選得不錯 那這首歌我覺得一個小小缺憾是 畢竟這首歌已經是十幾年前了 舞蹈的音樂都是十幾年前 然後要拿來跟今天的這些歌比 那稍微會有一點點那麼的不準 對 所以我覺得 哇 跳得不錯 然後感染力略遜一點點 對對對 可是我覺得選歌可以再更精準一點會更好 選得不好啦 對啦 那這首歌已經是經典的不要亂選了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評審的分數 好 建靈老師給的分數是 6分 小鐘老師 7分 還有幾個 8分 大君老師給的分數是 7分 大夫老師 8分 真的蠻高的 他們總分是36分 那這一組選了這麼可愛的歌曲 到底會不會有人因為這樣的失敗呢 以他們四個來說 嗯 跳舞 嗯 真的會跳舞大概只有 明漢 對 然後至於跳的風格完全不是這種舞蹈 對 那他就是一個搞笑 你看他現在都還在笑 他好憨厚喔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在這個 這個恰恰舞池上面 因為當初他們選的歌其實 我知道的時候其實我是開心的 我覺得 有一個重點就是那是經驗 就是他像比如說 老師們提的就是有一些東西 但我覺得有可取的就是 像趙琦的提他舞 好剛剛 結果一度擔心你會不會跟不上拍子 因為你手受傷嘛 但是我覺得在表現上面其實至少 整個看起來的氛圍表情都有達到 所以基本上都是過關 好的 好他們的總分是三十六分 對 有三十六分 然後我們沒有在下面三組 所以很開心 但是 不覺得我們左手都空空的嗎 因為我們沒拿到手錶 家庭民很搖 不都想要那個手錶 多帥啊 剛剛那筆選好了 因為我啊 我啊 這筆選好了 這筆選是我的 這筆選 對啊 那筆選拿到蠻可惜的 那筆選大家都表現 第七組 又挑戰的是說愛就愛 這首歌 吳建豪特別請到天王賈斯汀的 御用編舞老師編排 這首歌的難度 在於會用到全身的肌肉 連公認武林高手的吳建豪 都說這舞蹈很累人 這一組 能夠順利的挑戰成功嗎 因為這首歌難度很高 本身沒有舞蹈體質的爭議軍 在練習時 究竟遠遠跟不上大家 去或啕 estaba 隻虎 攏像 有 一定要 如果 想讓 有 啊 的 怎麼 Nat 彤 有 很多 你要 它 前 碰 今天 nous 練習 我們練習 是 ça 這 원 對 那我們一開始選弦的форм consist 而且看起來好像沒有那麼難 可是剛剛練起來之後 就是我幾乎全部都看不上 然後就是一直在旁邊 就是真的覺得真的很難 然後我其實現在還蠻不知道該怎麼辦的 就是可能自己回去要躲一點 我先把動作記起來 然後再看能不能做更詮實一點 你知道嗎 希望就是到最後能夠有 就是能夠呈現出很好的結果這樣 謝謝 來 老師的顏色帳篷下 AVO能勝利表演嗎 我自己怎麼了 我不知道我不想要 我可不要我自己怎麼了 我不知道我是想要 愛就愛了牽著你往前方 AVO 看你的鞋照鏡 渴望撞到態度 輪到你大門親手 就別多溫馴到你 TRY 你的愛 TRY 你的愛 讓世界都成敗 愛愛愛 說愛就愛 開成不公 高調的心動 我們為愛和愛 Celebrate 到準備好 你給我的愛 給我的愛 要彈出來 做愛就愛 一起跳 不要用自己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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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是煙燒 做愛就愛 一起跳 問他今天什麼都 笑 笑 笑 愛到瘋掉 習慣了 習慣了 誰又再光亮 不是比浪 要比花橋 我們的愛 早就比天還高 oh yeah yeah 做愛做愛 一起跳 不要用自己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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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是煙燒 做愛做愛 一起跳 不要用自己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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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的煙燒 做愛就愛一起跳 玩他今天什麼都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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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到瘋掉 好的 挑釁完畢了 我們現在看一下評審怎麼說 是哪一位 先來呢 謝林老師 我先講優點好了 我覺得 就造型而言 我覺得這組非常用心 因為是我 這麼多組下來 我覺得他們在造型上面 四個人有統一的一個感覺 但是各自有各自不同的一個風格 然後有的有點露一點胸肌 有點妹的感覺 然後有比較陰柔的感覺 然後有比較時尚的感覺 陰柔 嘉倫 秀氣 秀氣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 然後包括他們今天選的歌 我覺得其實格調都很高 因為吳建豪這首歌其實他是蠻難的一首歌 真的很難唱 不過他的編舞 他其實在有點電子的house的beat 的一個東西 所以他基本上他的詮釋上不好詮釋 在聲音的詮釋上面也不好 他前面其實Vocal一開始進來 他應該是有一些效果 有些effect 做一些coating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他們算是蠻冒險的一組 那我覺得比較可惜就是說 因為這樣類似的這樣的一個 他其實都需要進入音室做後製的處理 當你在現場的時候 比方說前面那個空派的地方 effect的地方 如果沒有適時去加點effect 會覺得有點乾 然後會覺得Vocal有一點點的 那麼的比較粗糙一點 但那個時候要經過很多事後的一些混音 那至於舞蹈的話 我覺得待會兒有其他的這個專業老師 可以評判一下 好的 好 謝謝老師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應該是大君老師 他有跳過這一支舞 對 我覺得你們根本就選錯歌了 因為這首歌絕對不是你們 現在這個能力可以駕馭的 就包含我有時候可能 中午12點睡醒 1點要表演這首歌 我自己都會有一點點爛產 因為這首歌的細節真的太多 而且太費力 加上你們又要唱 絕對不可能是 一兩個禮拜可以完成的 甚至一個月你們可能都做不到 所以我覺得 這點你們就輸其他組太多太多 你們應該要選一個安全 不一定是安全 但是適合你們的能力 跟適合你們的個性的音樂 或者是舞蹈去表現 不然的話這個表現真的 差強人贏 分數上面可能會對於有一點影響 欣欣老師 五分 小松老師 五分 還有幾分 六分 好 大鈞老師 五分 大鈞老師 七分 他們總分是二十八分 二十八分 算是現在倒數第二名 怎麼會這樣 也是進入舞台區 到底今天這一組的表現 Andy哥覺得裡面有不好的人 我直說啦 就是其實 我一直覺得 一軍站在舞台上不只哭一次喔 就是你的抗壓性其實要來增加 你很認真練習 但是今天你是被選的一個名單 好 嗯 我其實知道怎麼會這樣 所以我還有點難過 那種練習得非常輕 你看 他 他是最後 到鼠地三天才能高雄的時候 要練掉 對啊 他以前不會跳舞 我真的教他交叉頭 他以前 對啊 他有難過 我抗壓力要強 不要說 你知道我覺得 其實我 我不知道想想什麼 我是真的自己 這樣 很簡單 對啊 我覺得 我非常 算 我覺得我非常有盡量力 然後 呃 但我覺得一軍他也不是 看自己 然後可能 如果我看到他的景 我看到總是不會跳 到現在這樣 就是我覺得 說是那種 對象 很大不大 第八组 要挑战康伟伯的UUU 这支舞蹈 强调走位 以及队形的编排 同时还边唱边跳 这一组男子汉 有办法成功过关吗 队长陈柏鲁 自己将舞蹈编排好 队员也都熟悉了五个 没想到在老师看过之后 觉得画面感不足 重新编排 距离比赛只剩二十四个小时 还原竟发生了激烈冲突 一 二 三 四 五 下去啊 五 六 翻译我们家 五 六 五 七 八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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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四 五 哈哈 哈哈 那我们就 双方新家 在我们家不能商量一下 这动作就只是下去而已啊 那我不下去 你在下我们 那你直到 你一直跳在那边 不在那边 还有持续 你现在凭年是红结 你还是会啊 你不是说我跳得多好啊 他在下午 這不是沒有操作任何人在自己的團隊 那我怎麼教你啊 那我在練習啊 到底是你們不下去啊 動作該有什麼主題啊 我們也都記得啊 那我覺得現在是 我委屈人的調查一下 現在是一個人 那你幹嘛我們都叫罵啊 那什麼時候我們叫我罵 什麼時候現在 自己在那邊講啊 那不是我們在那邊講 所以你們現在就來了 因為我們已經很久了 新的東西一直進來 你們是不想笑啊 這樣不是很笑話 你們都不想笑 不是不想笑 是不會笑 是因為你們現在變成新了 誰說我沒有那個聲音 啊你們要怎麼上去 我是說我已經記不住了 你是怎樣 你現在是真的有不對 這個是怎樣 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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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知道 蛤 好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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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怎麼看 啊 這不是李大 啊 啊 啊 我只是覺得動作真的小孩太多了 體力才好全部都全部倒掉 然後讓我們在幾個小時這邊全部吸收吸收 有機不夠 在短時間的練習壓力下 他們能夠做好嗎 就像是失去神經 我感覺不能呼吸 連空間都只是 Why I love you so 每秒鐘半天靜靜 直到你黑的景氣 體育從不通的 Love love I want to cry Chall me baby I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旋風和尊嚴的魔術 So baby baby Chall me baby I love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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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情在前一時被征服 I'm crazy ove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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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瘋狂的瘋了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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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going crazy ove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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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痛的心被啟動 電視傳播中的幸福 I'm crazy ove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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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going crazy ove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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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going crazy ove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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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Cause this is all about you I'm going crazy over me 好了,相信看到這一段,觀眾朋友心中也有同樣的疑問 就是說,最後一句怎麼了? 好,太突然了 從以上滑下來一下 對啊,這我們必須自己承認 自己家小孩啊 對啊 自己先講,才不要讓觀眾朋友去講 對不對 那觀眾朋友也有這個疑問 老師一定也有這個疑問 怎麼辦?最後這句 小松老師 最後這句誰唱啊? 柏宇是嗎? 是 那只是你就是跟觀眾表態說 你第一個要先離開了 這一組來講 如果以我來看整個的表現 從唱到跳跟表情 舞台上的掌握來講 表現得最平穩的 最有樣子的應該是姚瑄 這個我認真 從第一部踏出來那一部 從第一秒一直到結束 他一直都很戰戰兢兢 但是臉部的表情沒有失去 其他三位呢 該你唱的時候 尤其那個裕傑 你可能是歌詞還不太熟 或者是還在記動作 所以你的表情有點茫然 那個帥氣沒有了 然後就有點茫然 現在找不到回家路那種感覺 眼神是空洞 空洞了 然後沒有焦距 也就是還在飄 一直被撐覆 一直被撐覆 I'm gonna see over you 你 很多人我感覺不到企圖心 就是說你到底要不要成為一個偶像 這個是企圖心 有了企圖心 你才會有自信 在舞台上如果讓人家看不到你的自信的時候 你的表現力就沒有了 是的 謝謝小松老師 是的 好 可是呢我剛剛發現有一段那個跳舞 郁傑 郁傑 跳得很好耶 因為那個Bridge的地方啊 我覺得他那個Solo跳 他在前面的時候其實動作是俐落的 力道有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分數 好 來 建林老師的分數 我們來看一下 五分 小松老師給的分數是 五分 Izika 給的分數是 七分 大師老師 五分 大夫老師給的分數是 七分 好 總分是二十九分 好大 也是為奇 對 那今天我們倒數前三的組的呢 他們剛好是二十七二八二九 都沒有突破三十分 是的 因為好像臨時更改動作嘛 所以有些組員他們可能 沒辦法馬上記熟 但是可能 慢慢開始會有一些內訌 是不是所以發生一些 恐怖怕一些 其實我們不是更改動作 我們是整套換掉 換整套 在 對 我知道這不能當作一個理由 但是 就是還是蠻辛苦 就是他們其他三位 是 然後 先講為什麼 為什麼會理由然 因為 因為原本 一開始 我們接收到的訊息是 就是我們 自己編 弄完整套編 所以在時間很感人狀況下面 我們就 變成一個 因為有 不會跳舞的人 所以我們就 pose擺比較多 那老師覺得 老師教我們 教他兩個小時之後 覺得說 還是 畫面不夠 然後我們也決定就是說 好那今天就練到好 練到早上也沒關係 所以我們就整套舞換掉 然後 在 就是 昨天半夜才練完 所以 就還蠻辛苦 尤其黃俊 他真的很認真 難怪眼神會這麼空洞 這就是原因 這就是原因 那我問一下 之前你們自己編的舞練了幾次 練兩次 有練了兩次了 對 然後後來老師就 覺得 表演性不夠 對 就是 像 哭泉他是 他對 他對於這種 比較Entertainment的東西 他並不是很在行 所以 當整套改掉的時候 他真的是 氣到崩潰 就是我在他崩潰前戲 就看得出來 他快要崩潰 那天晚上其實 有點迫在眉睫 因為時間真的 有點來不及 然後 腦中要同時記兩支舞 又要再短短一個小時內吸收 然後 我真的很認真跳 可是動作還是沒辦法記得 所以 那個時候我跟 葉玉潔其實有點口角 要跟他說 對不起 抱一下 自己講 自己講 抱一下 自己講 抱一下 因為怕男生心裡有心結 日後難相見這樣 對啊 原來是這樣 不會啊 這心結會一直在啦 不用來這一招 我只是給一個建議啦 這種事情未來會越來越多 就像剛剛很多的老師前輩有講 我的建議是這樣 當柏妤你下了決定 你編的那套舞 如果 兩次 你們都練完 你有把握 可以拿到前三 你就告訴老師說 老師 不用擔心 我們可以的 你就可以這樣告訴老師 但如果你沒有把握 你是心虛的 因為通常我問小潔 他都會這樣 你懂我意思嗎 他只要有把握音樂是對的 我就讓他上戰場了 但如果你有把握 你可以告訴老師 甚至可以跟製作單位說 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你沒有把握的話 你就只能聽老師的 所以我覺得不需要 我只是覺得說 有的時候不需要特別 好像委屈求全 然後讓自己陷入在那個迷惘 我知道了 你常講的一句話 過之而不及 對 這是我覺得有的時候 就是讓自己可以 你如果真的有勝算 其實不用擔心 因為柏妤你不是第一天跳舞啦 對 那我覺得今天 看待這個所有的狀況再加上 其實今天老實講 其實郁傑真的就是 我看得出來你一直在記 那因為你唱幫助這個團有加分 那黃俊也是一樣認真努力 他們剛剛total的分數是29分 29分 所以在我立場上 我還是覺得 看待你們的這個努力精神 男子漢一樣過關 謝謝 其實在這個階段 沒有人單獨被出來 大家進入失敗區 但其實他們的分數 還是在倒數 但是你們四個 我已經寫上這個單子 就是下一次裡面 不管你們是在哪一組裡面 該要 樹葉有專 樹葉有專攻 對 該要把能夠掌控的 真的掌控出來 為男子漢爭爭口氣吧 嗯 好的 謝謝 尼哥 評審的激烈討論中 誰 會是下一個被投胎的人呢 第一組演唱得太完美 表現不是理想 僅只獲得27分 這一組 會是誰被投胎呢 接著是僅獲得28分的第七組 挑戰高難度歌曲 說愛秀愛的他們 也會有人離開這個舞台嗎 第八組 29分 也是列為投胎名單當中 陳柏宇在最後一句歌唱失誤 會讓他成為這組被投胎的人嗎 此外整組被恩迪哥點出 落入失敗區的第二組 這一組會是誰被淘汰呢 張重順也被點出表現不佳 而落入失敗區 這16人之中 誰會離開夢想舞台呢 好 現在呢我們要公布 我們整個團體賽的第一名 是的 第一名呢就是由黎柏率領的撐腰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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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可以得到我們今天的第一名獎品 來來來收下來吧 十三十中的知名手錶 謝謝 有沒有感到感覺 感到感言 其實我今天很開心 就是很感動可以得到第一名 但是就是我 我想要把我自己這一份 獻給就是在場一個兄弟 誰 就是何孟遠 對 為什麼為什麼 因為我們上次一起合作跳出片的舞 自從那一次就是我覺得 他是我的啟發老師 就是我開始就要來上舞蹈 我非常的感動 而且我覺得他真的對我 啟發我跳舞有很大的功勞 所以我想要把我 我這支手錶獻給他 好的 這個榮耀 好的 謝謝一波 恭喜你們的團體 謝謝 那這個榮耀分享給他 萬一他被淘汰了呢 那就是最後的禮物了 那就是最後的禮物了 沒錯 是 唉 那我們現在呢 有一個方式呢 會比較不悲傷一點 我們那個一個老師來講一個淘汰的名字 首先呢我想請這個第一組 Super Junior M 也是我們今天最低分組的四位初列 來請初列 那這四位當中呢 有一位即將被淘汰出來 那我覺得你們身為第一組出來表演 但是不管在歌唱上面 在舞蹈上面 甚至是聽說在彩排的時候 還引起老師的一些不滿 就是 並沒有做好事先的準備 那我覺得其實 身為一定要參賽者 一個懷有夢想 明星夢的選手 我覺得那個表現 不應該是如此 那我們常在想說 在戰場上面 其實 戰敗的話 其實我覺得要負擔最大的成敗 應該不是士兵 而是那個將軍 所以我覺得 我們最後決定要淘汰的是 團長 陳冠安 因為你沒有進行 帶領這個團體的責任 把最好的表演呈現出來 所以今天可能不好意思 要請你離開這個舞台 謝謝 那現在我們要為了 其他團員 其實我 我要講的是 我們其實也其實沒有主力 只是 因為大家的狀況太多了 但是這也不是藉口 說實在的 然後 我們也是花了很多的時間 就是 剩下最後的時間 全部都拿出來練習這樣 所以我覺得 大家都盡力了 真的 然後不要因為 這一次 在這邊失敗了 然後就沒有辦法 繼續往前走 所以我覺得 該走的路還是要走 來 隊長 我覺得 我可能在組長這方面 可能做的不是很好 但是 大家都有 很努力的練習 然後 私底下 我們感情 也都還不錯 對啊 就是 希望他們 在這個舞台 就是 繼續加油下去 對 沒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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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歡迎送他 謝謝 你剛剛有報告 接下來 接下來 繼續加油 朝自己的夢想前進 接下來 要淘汰的是 念頭 Only You 究竟誰 會慘到淘汰呢 我想 很多人既然來參加這個比賽 都是帶有明星夢而來的 這就是你們的初衷 源頭 但是 因為你們還 都很年輕 都還是學生 在你們來之前 也許都不知道 這個比賽的過程會是什麼 但我要告訴你們 一個公開性的比賽 就像社會競爭的一樣 那個縮影 每個人都要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領 不是只有實力 才華 跟帥氣的外表 而要擁有的就是 經過這一段時間 你的學習態度是什麼 而學習態度當中 你所吸收的 藉由舞台上去做出的 表現的一個程度 做完這兩項之後 你就擁有舞台的高度 就是像金字塔頂端一樣 越走越高 你就奪冠而出 那當中來講 也許有人先天的機會運氣 比別人更好 他可能 在娛樂圈的 這個媒體之下 他已經展露角頭 已經有比別人更快的機會 可是別忘了 你如果來參加比賽的 最初的初衷 你沒有仔細思考 舍跟得之間的判斷的話 你可能 得到了一次性的機會 失去了未來所有的運氣 這個是自己要判斷的 這是一個警惕 你要藉由這一次的經驗 好好的吸取這個經驗 再調整自己 走向更大的舞台 那要淘汰的這一位 就是林伯敬 所以我剛剛講的那一段 我相信伯敬也知道了 好 這個 這是一個過程 那你自己要去吸收 的確 用外表 來判斷 你會比別人更有機會 好 在娛樂圈來講 你這樣的一個外表 是很容易被選取到的 但實質上 態度 學習 你要自己去成長 這樣你的機會才更多 就其實 我相信他應該是盡力的 就以後 我們舞蹈老師跟我們講一句話就是 你盡力了 站在台上表演這個舞蹈 被淘汰 沒話講 對得起自己 可是你沒盡力 而站在這舞台上 被淘汰 那就是你自己的問題 所以說如果 他盡力被淘汰 我覺得 沒關係 還有機會 就不要 不要慌張 加油 真的 加油 好的 那我們就先 欸 伯敬有話說嗎 我覺得我 我在這一組裡面 就是貢獻最 最少的 那我覺得 如果 以後 還有機會 那我會 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然後 因為 我曾經在男子漢這個節目 努力過 那我會更努力 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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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真 是唯一成功的道路 林柏進加油 接下來 還有誰會被淘汰呢 我要淘汰這一組的名單 在 說愛就愛這一組 吳建豪的裡面 可以請你們 往前一點點 我覺得 以我個人的角度來講 這位是我 最不想淘汰的 但是 以大家評審討論最後結果 是 必須要淘汰他 那我先講這位名單是 黃毅君 曾毅君 對不起 曾毅君 我最不想淘汰的原因是因為 我知道你 非常的不擅長舞蹈 然後你們今天選的這首歌 非常非常難 但是 雖然你掉麥了 但是你事實上動作的完成度 跟你的認真程度 都是很高很棒的 這些我們都有看到 但是 身為一個藝人 事實上 你要有些 很不一樣的人格的切換 比方說 我以卓文軒為例好了 他這張專輯推出了 反派這首歌 然後有 不要不要這首歌 或者是 夠了這種慢歌 但他在每一個舞蹈 或是歌裡面的情緒 你會覺得 他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人 或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角色 但是 從 以前到現在 從海選開始 然後每一次淘汰賽 不管你在做哪一件事情 你都是在 你這個人的裡面而已 你沒有任何的變化 你只是用 身體 然後 用你的腦袋去把東西記住 做出來 但是沒有屬於你的特色 沒有屬於你的表演 你只是 這些東西像是 你只是個印表機而已 把這個資料收到 列印出來 但是沒有任何的個人特色 沒有感情 沒有人格的切換 我覺得 所有的男子漢都要學這一點 就是 怎麼樣在不一樣的表演 不一樣的歌 不一樣的工作裡面 去做你的人格切換 這是一定要的 你如果永遠都指 就是 是那個唯一的自己 你會沒有辦法 做到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這點是 大家需要加油 那 整個男子漢裡面 這一點你是做得最不好 所以我們今天必須要淘汰你 我想其實 曾經聽過一句話 是我師父告訴我的 胡瓜先生 然後他說呢 當你不習慣某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就是你在進步的時候 因為你不習慣 但是你去體會它 然後去改變自己 那個時候你會發現自己已經進步了 我想這個現象 應該很多男子漢自己有感覺到 我以前不是這樣的 我以前從來不怎麼樣 我以前從來不怎麼樣 但我現在可以怎麼樣 我們有時候很急 看著有一些 有一些男子漢在原地踏步的時候 我們想為什麼你不肯去改變自己 我們現在要問問為什麼 改變自己的部分嗎 就是我覺得其實自己 可能在表演上 還是沒有那麼的熟悉 就是很容易就會緊張 跟卻腸 對 那這也是我自己一直不停在 盡量去調整 跟去進步的地方 那也謝謝老師們 今天點出這一點 讓我知道我自己之後 如果努力可以朝哪個方向去做 可能就做出自己的多樣性這樣子 對 因為有時候其實 其實待在自己熟悉的地方 是很安全的 對 可是你不跨出那一步 你怎麼知道你自己會變這樣 所以我們在這邊要做什麼